再次一次,我还是一定要再复习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第26 第一个部分我们要得到的就是说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有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这个东西,对不对? 这个东西它向这个方向几个呢? 1、2、3,4个,对不对? 向上几个?4个,对不对? 另外它的这个地方有什么地方重复的 除了这个地方之外,还有这条线 这条线它的长度多少? 一二三四四四八十 然后减掉三个,这应该是十 三十,这上面的地方 十十,四十,这应该也是十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先画一个之后,再画一条线 画一条线之后,你可以用什么? 用复制的嘛,对不对? 复制我们上礼拜有讲过 复制里面有个复制单纯,一个一个慢慢复制 或者是你可以用复制加正列 有没有印象?复制加正列,一下就可以复制 看要几个就几个,对不对? 复制完之后,它会多一条线过 因为我们复制的时候是这一个加一条线 那把这一条线删掉,对不对? 复制完之后,在这个上面再多一条线 多一条线,对不对? 然后再把它复制加正列再往上四个 也是会多四条线,把它删掉之后 删掉之后,里面的部分不一样 没关系,把里面的部分把它删掉 删掉之后再画出这个矩形就可以了 那里面这个矩形的尺寸是多少呢? 这个它底下的那个 底下的这个 长是多少? 这个50 20加20加10 50,那这个地方多少? 30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追踪的方式 然后画出一个矩形 画出一个矩形之后,再把这个线把它补上去 这个图形不就画出来了 应该知道意思吧? 所以慢慢要能够自己看懂图 看懂图之后,你要把那个图上面的功能要马上联想出来 然后慢慢要把图画出来 第一个要分析图 所以你们在画图之前要懂得看图 看图 如果看得懂之后的话,再来画图其实就很快了 OK,那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要怎么画 第一个,我们用个矩形 矩形部分的话,因为我要先画那个小的部分 所以先点一下,那个左下角先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的话,这地方点一下 然后再拉一下 左下角先给它 给它之后的话,然后在右上角at at多少呢?20 所以这边的话,给它20 然后把它切成那个英文的 不然的话20会导不出 20.10 OK,小老鼠20.10 然后就会找到这一点 我前面讲过嘛 就是这一点为起点 然后往这个方向20 这是20,这是10 所以它的表现方式是x20.10 记得不要打错哦 然后注意一下你的输入法 你的输入法,记得一定要是那个 这个这个 如果有中文的话,请你把中文把它切成英文的 或者是干脆我把它直接里面的那个输入法 中文部分移除也可以 这个地方记得从这边切一下也可以 之后的话呢,然后再画对角线 对角线怎么画呢? 你用线,直接从这个对角线画过来 对不对? 然后再结束,按两下空白 第一下是结束空白 结束的话是结束画线 第二下的空白是再等于重复那个画线的指令 这样会比较快 所以你就cutcut两下就可以再画图了 好,那再按一下空白就结束掉了 这样应该很快 所以画图动作就会很快速 再画一个圆 圆的中心点就是这个焦点 然后往上,它的那个上面有个焦点 或者是你在物件锁点里面找到那个终点点一下 这一条线的什么呢? 这一条线的终点点一下 再把这个里面插它的线删除 删除的话就是修剪,按空白键 然后把这里面的这个线把它删掉 那就会产生一个我们要的这个图形 然后接下来再画一条线 这条线就是这个终点拉过来的话 10,10Enter 再来怎么样呢? 把这个地方往这个方向做复制 复制选举之后,然后按空白键 再来的话,它会有个基准点 那基准点的话呢,我们干脆就用左下角好了 然后左下角会基准点 OK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特别注意哦 点了这个基准点之后,它会问你说 请问你第二点或正列 如果你看到正列,请你用正列 如果你没有正列,你变成要一直复制四个 其实四个也还好啦 只是说,这个地方我建议你用正列复习一下 AEnter 多一个A,Enter Enter之后有几个呢? 那有四个你就输入4Enter 它就自动帮我们给它把四个 四个这个这个这个做出来 那做出来到哪里呢? 特别是哦 到这个地方 点一下 所以基准点哦,我看 因为如果说我刚刚是基准点在这里,那病人说我要到哪里呢? 应该到这条线的什么,垂直方向 所以垂直方向你就是往这条这个这个地方有没有 端点在垂直方向 然后呢,再点一下就可以了 那当然如果说呢,你不像这么麻烦呢 你在基准点你可以设定什么? 你可以设定不要在 不要在左下角这一点,你可以设定在这个中点 这样拉过去会比较刚好 我再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复制选取的空白键 然后基准点呢? 我刚刚讲是左下角 你可以改成这个,中点 中点这一点会比较好一些些 点一下之后的话呢,在AEnter 为什么?正列AEnter 再输入几个,四个Enter 它问你说呢,你第二点到哪里? 你第二点就刚好,中点拉过来 拉到这个端点,会刚刚好 有没有?点下去之后的话呢 然后呢,就按一个Enter结束 或按空白键就结束了 好,那结束掉之后的话呢 这边就多一条线,把这条线删掉 这样的话,第一个步骤就完成了 那等一下再向上发展,其他部分就可以画出来了 我想各位先画到这里好了 可以吧,画面